歡迎回來第二節的科技集穿網台版 我們這節也是循例說一些電玩新聞 我們今天除了一些新遊戲的情報 還有一些新遊戲的介紹 還有一個都等了幾久的 真終於出的主機的新聞 我們一會兒都探討一下 現在先說一些遊戲的新聞 主菜留在最後 說要猜到哪一部 任天堂神機最後才說 最後才吃 先說一下遊戲 先說遊戲當然要開心一下 這隻多了我不開心 因為它起碼要等三年 不是啊 2017年4 但是PC版可能要等三年 不想啦 這些PC 它這隻遊戲一向都沒有出到PC 那是第二集 一向來都是第二集 要說的是什麼遊戲呢 就是我們台一向都很支持那間公司 就是這個Rockstar 基本上每個主持都付錢去買那隻遊戲 對 應該是 我這邊每個都買人了 GTA那些 我們還要供奉著那兩張poser 那兩張poser 上個朋友見 現在還沒撕 總之我們都 好像是他出的產品我也有買 那些 你以前出的那些遊戲 你以前出的那些遊戲 Manhunt那些有沒有 Manhunt我有啊 我們Manhunt也買嗎 Manhunt也有啊 那講Rockstar的新遊戲 那他就無緣無故 某一天呢 他在Twitter和Facebook 就換了一個版面 Icon 變成了紅色底 就黑色字 那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黑色底是紅色字 黑色底是紅色字嗎 不是 紅底黑字 紅底黑字嗎 紅底黑字 但是一看呢 大家都感覺到是什麼 你Rockstar也是紅色的遊戲 只有那一隻就是Red Dead Redemption 那時候大家都在想 究竟是出前傳 出Remaster 還是出第二集的 隔了幾天之後 他就終於出了一個Trailer 就是Red Dead Redemption 2 他還很興奮的 先放了一張圖 對 他那張圖也很漂亮 直揚 七個人 其實在幫新的那部電影宣傳 對 我以為是買廣告 真的很像廣告 對 真的 那之後就出了一條正式一分 分多鐘的Trailer 其實都沒有什麼 在故事方面都沒有什麼說 真的拍著七個人 騎馬 但是那些畫面真的 真的沒得說 都是漂亮 漂亮 那些牛很漂亮 那些馬很漂亮 其實GTA那時候都做得很漂亮 對他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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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猜現在看下去 大家都猜的 第一是否 雖然他懷疑 是否會說回第一集男主角的前傳 因為他現在看到有七個人 不知道會不會說他男主角之前的東西 還是他簡直是一個 有些人就推論 用回GameTrailer裡面的東西推論 可能是比上一集更加舊世代的東西 因為你在一個Trailer裡見不到火車 真的是一個 是的 很原始的西部 甚至裡面都沒有介紹一些Gameplay 或者什麼都沒有介紹 當日GTA剛出那條Trailer的時候 他介紹了很多東西 但是現在這條這樣 只是說一分鐘 然後只是打過日期2017年4 那他就沒有了 是的 那可能 就是一個很預告 很預告的感覺 不知道是他想做多些東西 再給一條很長的Trailer 就像當年GTA5那樣 還是他想之後再慢慢滲一些東西出來 還是暫時都沒有猜到 因為我對Rockstar一直留意你的印象 就是你看到Trailer 起碼要等很久才有東西吃 是的 那沒有的 可能GTA都看了很久 算是快 他2017科有日期 有日期被你延期 應該算是好的 我也是 我也是跟你說2006年的時候 人王都出了日期 哈哈 你什麼時候玩到這遊戲 喂 做人不要這麼負面思維 可以不可以 那整天帶走 Faint positive 就是一個例子 那日期 並不是真的 什麼代表 Jobroses File Venice 都走了數 就是出的了 走了數 每天的 每日期 我自己 就 雖然我不是Red Dead的粉絲 我這遊戲不在PS3 我好像玩了一半都不夠 就沒有玩 我有爆機 三分鐘玩了 應該 不是 因為我 我是那時候 剛剛 即時爆完GTA V之後 我就 即時去 因為 人們說Red Dead很棒 就是你玩到GTA 一定要玩Red Dead 但是我 可能玩完GTA V 再回去玩Red Dead 完全兩回事 GTA V感覺是 那個城裡面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可以讓你去做 但是Red Dead 你騎馬 當然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去摘草 去射一些小鳥 甚至去打家劫舍 甚至去教人 都可以 但是 感覺上 真的可能真的是 豬肉在前 我覺得這個年代 再玩一隻 就真的差一點 那個原理就像 GTA 2 GTA 3 其實那時候 每個人都很開心 出的時候 你現在玩過GTA 4 GTA 5 你玩回 有時候可能的系統上 你玩完5 再玩回4 你都覺得不習慣 有時候就差一點 更加不要再數一些 再舊一些 GTA 3 還有現在我自己想回 他那時候 那時候說很多賣點 就是你走那條路 每次都不同 就是有些不同的 random event 那些 給了我的感覺 現在我想起 Richard Richard 3 Richard 3 那個做得更好 就是馬友好 比他 我這樣不同年代 對 就是變了 那個年代不同 你玩回這隻 就真的辛苦一些 對 即2出來 就應該 好一點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就不太喜歡 是什麼呢 看它現在 只是Xbox 和PS PS4 就是看上去 跟這個GTA不一樣 出完這個 世代的Console 好 年多 年多 考了世代Console 就出了 即是無論是這個 所謂Scopio 或者什麼PS 不知道出什麼 再跟PC一起出 再騙你不錢 再加MultiPlayer 那現在有七個人 一定有MultiPlayer 應該拿你銀包 應該拿三次了 我猜 是啊 不是沒有的 這裡也有三個人 GTA5買了 兩三轉 兩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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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4就多 所以我之前 不是我都三轉 PS3、PS4加PC都齊了 你又不是PC嗎 我不是PC 是啊 竟然是這樣 就是我之前 剛剛看到一篇文 就說為什麼 Rockstar 那麼不喜歡PC 我就覺得 他們不是不喜歡PC 他們只看了一條數 他們覺得一條數 可以怎樣賺到最準 就是現在出了Console 出了今後的Console 之後出了下一個Console 再出了PC 還有三條水 所以PC攤動少 放後一點 賣第三轉 就是PC玩家 看著別人 好像好玩 很想玩 然後出的時候 就會狗充 反正要玩數 Gamemot PC 只是讓你玩Mode 都是這樣玩的 我又不是很喜歡的 不過 Rockstar一定會大賣 我猜 我猜 看他的遊戲怎樣 但是近年的走勢 我覺得Rockstar出了 不擔心 坦白說 是 反而現在故事會如何 這個值得留意 我覺得 這個Ractor Redemption 2 就差不多 跟著藍哥要分享一下 一些診後感 一些換後感 對 其實最近都出了不少新遊戲 其實我們錄金那天 BF1都出了 不過我就不會玩這些 我沒有錢 所以不會玩這些遊戲 我們都沒有錢 沒有錢 一千多元買他的Collector Edition 對 疑愛之音 對 一些厲害 我沒有錢買DLC 等什麼 等聽眾對我的力圖回報 對我的力圖好像想著狗充 對 還有一些 有些什麼 Astivalization 6 那我又不是策略遊戲的玩家 即是你不是盧路路修 對 我們都不會征服世界 那我最近有一隻遊戲 我買了 又多便宜 我又覺得多好玩 其實它的名字 我又不太知道怎麼讀 它因為當作是一個日本的 它叫做方神 Aragami Aragami A-R-A-G-A-M-I 我看電影的時候 不是讀角色嗎 笑 笑 笑 那樣是說它是方神 當然 快來 不過不要管它 繼續 這遊戲是一間ini廠出的 今個月是新遊戲 價錢方面 Steam買的 沒有記錯是120元 但是我這次就不是在Steam買的 因為它這遊戲在GOG 是沒有DRM的版本 是有得賣的 所以我直接去GOG賣了 那 圍翻皮就20元美金 那 當一隻indie game來說 百多元都OK 其實它是一隻什麼遊戲呢 可以用一隻PS1年代的遊戲去比喻 就是這個天珠系列 嗯 那不用去到PS1吧 PS2都有 但是我那時候玩好像是PS1 第一次應該是PS1 第一次應該是 那 它 因為它叫做方神 其實 故事一開始就是說 有一個 有一個角色就召喚了你 你是一個方神 就是一個黑夜裡面召喚出來的 那你是一隻影來的而已 那 你的工作就是說 它召喚你出來 就是想你去救它 是 那 這遊戲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你作為一個方神 是一個影來的 你所有技能都是跟影有關的 嗯 而 場內 也都有很強烈的光暗對比 你的技能 所有東西 你消耗的能量 全部都在影裡面去回復的 嗯 就是說 它可能 場景裡面有一些燈 那旁邊有一些影 或者它 頭射出來的影 你就可以躲在那裡 就去回復你的能量 而能量的計 它沒有什麼HP和MP的 因為 你HP是不需要 因為你遇到敵人 一發現 一擊就會被殺死你的了 嗯 而你所謂MP 就是在你的 視覺設計都自己很好 就是說 你是有一件斗篷 有一件披肩在你背部的 而你背部的光有多少呢 就顯示你剩下MP有多少 嗯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在光和影的設計 和投射方面都做得很好 它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你的方神在光有光的地方下面 你的能量就不斷地求 嗯 在影裡面你才會回復的 嗯 而敵人的AI 也是OK OK難的 OK難的 就是OK聖的 OK聖的 OK聖的 例如它會有分開幾個不同的Alert 就是像玩Metal Gear那樣 嗯 第一就是你看到 你殺了人 別人看到那條絲就會衝過來 衝過來 它就會Alert 然後它就會開始去 吹笛 Alert殺全場人 那最後就是 如果它看到你 它就會追著你 那因為全部人 它說你對付的種族 是擁有光的能力的 它只要一擊就可以殺死你了 嗯 那我玩下去是有難度挑戰 還有我覺得它的美術風 還有它玩法都不錯的 這遊戲 嗯 而且都是那句 有GOG的Version 有不用DRM3 那你百多元一隻 我猜都蠻好玩的 但是都說的就是 第一 因為它不是一間很出名的廠去做 那麼它 美術方面OK的 但是它完全不算十分漂亮 而且如果不喜歡玩 就是這個潛行型的遊戲 就不要玩這隻 因為這隻真的潛行得很厲害 就是它有個分就是 不能被人發現 甚至是你全場 就是所謂stealth kill 是殺殺所有的人 或者你可以玩到 就是不被人發現 就這樣過了都可以的 嗯 那麼它玩下去是有些日本風 但是其實它裡面 它沒有 它的對白呢 它用一些聲音 就是 有人說的對白 吉利古鱸 你聽下去 我看到review的人說 是不是說日文 其實不是 它只是 吉利古鱸 就是吉利古鱸 過了它 它都有不同的語言版本 有英文 有日文 好像都有不同的版本 那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吉利古鱸 所以吉利古鱸出對白 都是 ok 那麼 我現在還沒玩爆 但是玩下去 我都 潛衡類 這隻都算OK的 嗯 那麼 這隻 什麼 Eragami 應該是 讀一次試試 方實意 差不多 但是 藍哥還有另一隻Game 想說一下 對 第二隻新Game我想說 這隻我沒有買 就是我原本是想著買 但是 看多了review之後 我有些十五十六 但是 我也覺得 作為一隻 就是遊戲來說 它都值得推薦 那麼 這隻就是新出的 Shadow Warrior 2 那麼 其實Shadow Warrior 是一隻 八九十年代 出過的第一身射機遊戲 那麼 其實它 它當年做一間公司 就有份做Dude Newcome 那麼 所以呢 其實Shadow Warrior 就是一隻所謂美式東方風的Dude Newcome 但是 出到來的效果 會不會 變得有些不倫不淚的感覺 因為當年 曾經有些電影也好 什麼 很多文本也好 有時候就是 鬼佬去想東方的東西 用了他們對東方的一種幻想 放進去 有時候出來的效果 美術風會很不涼不淡 它Selling point 就是這東西 它是想Selling不涼不淡的東西 不涼不淡 它是搞笑向的 哦 是的 那一隻遊戲 其實最突破就是 例如它會 當然會拿一些 很誇張的武器 例如拿一些 迷你核彈 甚至 它最出名的就是 它拿著一些武士兜 在這裡砍的 而當年它做的 砍擊的 Animation 也做得很好 而剛才大王就說了 擔心會不會很搞笑 它正正就是賣搞笑的 那就可以了 它的主角名說出來已經夠搞笑 它叫做Low Wang Low Wang 是的 它的Wang就是W-A-N-G 如果大家塗一個字典 如果大家塗一個字典 W-A-N 到我弄錯東西 馬上說 不要說 一輕機 塗一個字典 或者大家想Google打 其實這個名字 除了是所謂美式東方向一些很常出現的東方人姓氏之外 其實它在Urban Dictionary是為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 就是 這個東西很大的 哈哈哈哈 那就是大話 是啊 是啊 忍不住拍照 對不起 所以其實整個東西都是搞笑向的 那它之後 在2013年就出了這個再版 就是Shadow Warrior 2013版 那我又買了 那它延續這個所謂西方的東方味 那主角也是Low Wang 那其實一直 就是它都是用一些搞笑的東西 它也都是用回第一身的射擊 但是那些東西是非常之誇張的 就是例如你可以拿把刀 然後一下子儲起就斬了十幾隻怪 然後你用兩支大的射擊 然後四顆射擊彈一起射 就是Defo Mecrime的感覺 是啊 那第一身的 那也都 它故事上 它開頭很搞笑 也都很多八九十年代電影的reference 那玩起來都很爽的 但是令我更加驚喜的就是 其實它故事方面其實是寫得好 是的 故事是怎樣 GET還是認真的那方面 它去到後面是GET和認真的都平衡到 而最後玩完的結果我覺得它是認真的 是的 就是整個present的手法叫做 行輕鬆向而已 行輕鬆向而已 但是故事是認真的 認真的 到最後其實你是覺得它想表達一些東西 當然玩法也是十分爽的 那之後去到現在 剛剛出的那隻Shadow Warrior 2 它又改變了一些東西 那Shadow Warrior 2 我如果用今年的遊戲去混合 就是這個DOOM加Diablo DOOM加Diablo 是的 但是兩隻都相差多遠 是用Diablo設定 但是DOOM的玩法 不是 你可以說Diablo也是斬木魔 你去搞些什麼 都是很東 就是所謂西方東方 東方味 我說DOOM的原因就是 它的射擊的快速度和爽快度 是跟DOOM差不多 就是它是有無限Dash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玩 是Dash得很厲害的 就像打Gundam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 有這個Motion Signals 就千萬不要玩了 就是會暈的 而Diablo 為什麼要說Diablo呢 因為它這次新增的一個系統 就是 那些怪是會掉裝的 就是打完之後 叮叮叮的把東西收拾好 然後它這次會有很多不同武器 例如會有些什麼黏刀 會有些鋸齒 就是那些什麼電鋸刀 可能不同的short gun 那之後它怪會掉一些不同 不同 好像你打Diablo那樣 你會掉不同類型的裝 不同類型的稀有度的東西 那它掉的東西就掉一些寶石 那可能是什麼element的攻擊 可能是毒攻擊 然後不知道加多少% 真的好魔法 那些遊戲就是Diablo 很Diablo 那另一件事 我覺得它很像Diablo Diablo 你打的時候 那些地圖會自己產生 另一件事 它那些怪 那些精英怪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隻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你會遇到一隻精英怪 可能會寫著防毒 會加傷 甚至可能你要用兵去打它 去不停地打的 那這件事就是它這次新增進去的系統 那好不玩見仁見智的 有些人說它會失去了第一代這麼爽快 因為你始終要打寶 你要去不停地有精英怪去打 那節奏 要經常顧著去養肥料的感覺 是的 即是存東西去collection的東西 是的 即是第一集是不需要直接打下去爽的 不需要 直接打下去爽的 那今集有些人說這個系統是拖慢了進度 也都令遊戲不好玩 那這個我覺得是件事的 那你是否真的很喜歡一些 例如打完寶之後 你打到一個不知道加多少% 然後你再打又加多幾個% 你覺得這件事好玩的 那這些都算OK 真的見人見智 但是它那種風格 甚至主角說一些笑話都還在 那另一件事呢 這隻遊戲新增就是它多了一個multiplayer mode 你是可以四條一起玩故事的 四條一起打故事 今天就開心 是的 那爽快度和難度都跟隨著 你有幾個人進去玩 那些人都說其實四個人玩 你都OK爽快的 這個聽起來有點飽哈薩的感覺 也是可以一起打故事 是的 但是如果四個人 而這遊戲的走向是爽的遊戲 即是可以狂dance狂奮 都OK Happy 都可以Happy 會像Borderland 好 但是有些人說沒有Borderland的裝備設計度那麼好 那但是我會覺得 第一它這遊戲OK便宜的 它正價四十塊美金而已 那Steam呢 現在好像賣二百多的 那加上它GOG又有得賣的 是的 那它的建築者都算OK的 我想現在新遊戲肯放在GOG賣的 沒有什麼廠商肯放的 那所以 不是那些好像做完一隻遊戲會 夾大師徒走了老的那些工作室 實敢闊 沒有 沒有走到老的 按不住 沒有走到嗎 沒有走到 他之後 那個人在Reddit說回 他那天是星期六交上去 不想上去騷擾別人 他只是在別人隔了幾米去拍照而已 其實這間公司現在還有人的 是的 但是這間公司之後會不會夾大師徒 就不知道了 下一間公司搞成這樣 那這些 不知道了 可能去到2016年底有些什麼新聞 我們到時再看吧 哈哈 講到好像什麼 2016大師回顧 那些什麼語言 那些 大家會不會有什麼魔妻分和外伴 那些 大王又是什麼魔妻 你 講遊戲就講遊戲 你不要再跟我說話 大王摩什麼西 我不知道 我關你的咪咪再唱 大家正正正正正講遊戲 講完這些 現在正正正正講遊戲 你還沒想到我 那不要緊 反正沒想到我 新書準備 他待會沒想到我 那南龜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這兩款遊戲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都忘了說 《方神》都有multiplayer 可以兩個人一起玩 所以這兩款遊戲 大家可以看影片 覺得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些review 試一下 《方神》的multiplayer 可不可以陰咬你的partner 即是射點光 這個遊戲 變成Spartum 你又沒有拍的 你很慘 不知道 我都沒試過 因為你試一下 新叔可不可以一起玩 許喬就一定會做這些壞事 說不夠你 那算吧 一個人玩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的機器可不可以使用器 看看新叔 雙人合力更辛苦 你都沒有 你拍一聲 這個就有興趣 再留意一下 有甚麼就問問我們 不過今節未完 說上集 新叔有說 NBA的2K17 這兩集不知道有甚麼事 他不斷說2K的出品 接著今集就由我來講一下 WWE 2K17 即是都同一是2K出的遊戲 總之就是摔角遊戲 而WWE 2K17 我都等了 等我頸那一場 終於出了 也都已經在YouTube上 Steam了幾次打過了 甚至有些精華片 都上了去我們頻道 大王卡關實況的playlist 順帶是賣個廣告 其實我的YouTube頻道 那些playlist 我叫做執播了 變成有些playlist 可能一兩條片 那些就跟其他playlist 在一起 沒有之前上去的playlist 那麼亂 現在就方便點找片 看playlist 那2K17這遊戲 其實好像伸縮上次 你應該說其實每次 現在更新 又不是真的差很多東西 就不會令你好像 有一種換言一新的感覺 那主要都是更新了一些選手之類 那其實是WWE這個情況 都近的 他是更新了 當然多了選手 就是例如 好像 現在在 WWE WELL HEALTHY WAY CHAMPION 啊不 他現在只叫WELL CHAMPION 他已經改了腰帶名 那不知現在WELL CHAMPION 的腰帶 就是AJ STYLE 其實他是入了一年不足的選手 來的 變成你玩2K16 就沒有這個選手用的 但是他非常多fans 所以 2K17 大家絕對可以用他來玩的了 所以 首先選手那方面 會更新了一些更新的選手 讓大家玩 而在系統上 玩下去的分別 我覺得都不大 當然我就覺得好像按那些 因為現在不是整個人 一鎚打過來 你要按不準R2 才避開拳去Counter 按Counter 我就覺得好像 跟以前的節奏有少少不同的位置 但是我就在想 不知道是否 因為我現在插了一張Capture Card 有可能的Delay 來自我一張Capture Card 這個就不能作準 所以 但是整體的系統上 就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反而是新增了一些東西 讓你玩得更開心 就例如 之前就純粹在雷台上 隻手 你在雷台上打一打一打 你有時候 如果是玩一些 Extreme Rules 或者玩 One Last Man Standing Sorry 不忘了 你總之玩一些模式 就可以立課餐 那些可以落台立課餐去打 那有些模式 立課餐打馬上DQ 而較為有趣的是 現在你除了可以離開雷台 下去台下面 也可以走去 平靜的桌子 拆去桌子 也可以 現在就多了更多位 讓你走去玩 例如你可以走回 入口那邊 然後就撩條過來 然後就 進去後台那裡打 那你進去後台 直接可以進去後台 辦公室那些房間 裡面一隻抽 不過立課餐又不是特別 你也不要想說 立個書櫃去吐人 立個電腦去搖人 好像沒有的 都是這些外面會立課餐 但是他進去的房間 會怎樣說的 最盡忠職手 就是 那個房間 之前差不多說的 最盡忠職手 就是連拳席 會跟著你一起 到後台去打 然後一有些模式 其實你打到後台 總之我落下那個人 總之十秒鐘氣不翻身 就是Last Man Standing 模式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在後台打他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模式應該 都可以在擂台上打 你打完都可以上台 再壓他三秒 總之權政是很盡忠職手 跟進你後台那裡打的 當然你那裡打他 進去後台 你就打一下 讓我出去 而你在擂台邊 也可以走 有些地圖 你可以走我出去 去到觀眾席那邊 那邊 觀眾席那邊 就有個小地區 就有其他工具 給你拿去打人 而今集也有一件物品 新增了 可能打人 就是局長 垃圾桶 你現在可以整個局長 不是整個垃圾桶 都拿起去 丟人 勾人 那變成了 這方面 工具有多到 以前都可以開架 接台出來的 現在開完接台 就可以點火 哈哈哈哈 玩到這樣嗎 你點完火 拿一條鞋子 丟上去 其實是新增了 應該說 感覺上 因為我前陣子還在玩16 現在玩到17 其實分別 不是很大 畫面上 因為我覺得是漂亮了 但其實2K 我經常都說 他們做頭髮的位置 都很海草 而且他們做得不太相似 我來講 他們做這些 就秉成16 傳統下來 分別不大 系統也沒有什麼 所以說太多 那 真是純粹你自己對WWE好 有愛 你很想 可以盡快用到新選手 那你就想有17 如果不急 你又有16 其實我覺得先玩 也不是大問題 那當然有其他新玩 career模式 即是職業模式 這個之前也有 其實玩法大同小異 不過我記憶中的16 因為我玩一下 職業模式已經出17 所以我16的職業模式 就玩得不多 但現在17總之有趣 還有一件事 就叫做 你除了要做一個職業摔割手 你會打摔割 要懂解鎖 我不懂解鎖 不好意思 經常解不了 那當然有趣 這次也玩了對話遊戲 因為說 作為一個摔割手 想到台高的咪技能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要用咪 去跟對手打嘴炮 我喜歡叫做 然後有時候 你要這樣才 令觀眾會的情緒高漲 所以有些咪技能 不好的選手 其實真的會 即是真人那些 出到來會被人欺負 真的會 所以現在就把這件事 都放進去 career模式 變成了 你跟對面 都打嘴炮 對面的傢伙用一堆東西 尿塵你 然後你要在指定時間內 在四個選擇裡面 選擇 它有一句 你選中那句 或者選一句 教好 就沒有粗口 好像 你選中那句 就說 你這句裡面有一個 good choice bad choice 加你上面那個 叫做 分數 加你的受歡迎程度 然後就尿塞對面 那四句分別就是 尿你 尿你 尿你老母 或者是不同方言的尿 尿 尿 就不是的 那你又要想辦法 跟對手打嘴炮那樣玩 那變成了 挺真實的 這個真的是 你本身出覺 現在就是一定要做那件事 但是我覺得 清零 清零 真的要清你的口氣 變成了Rap Singer 2Gay 17 不是啊 其實那個不是像Rap Singer 2Gay 17 那是像包龍星跟龜婆吵架的東西 他在一個訓練場 因為他被人模式 在那個啟直播朋友見 他在一個訓練中心裡面 總之他叫了Ansel 即是現在一個被供應Mike Skill非常好的人 即是出來的 Mike Skill炒那個場的氣氛很熱 所以Mike Skill很厲害 現在叫了Professional過來 跟他練Mike Skill 接著他又站在台上拿著咪 接著有個教練說 上去吧 接著我拿著咪 然後走上台 接著兩個人站在Mike Skill 吵架吵架 好像龜婆和把紅星 真的 即是當然那個東西 不是只是Ansel罵輸了 就說 行你不要走 我去找馬 再和你罵過 然後找了一群人過來圍著我 就沒有這件事 感覺挺有趣 但又挺真實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模式 除了Career模式 其實分別 我還沒小了 現在還在玩 叫做 我砌了一個北韓的山寨版特攝戰士出來 現在 這個有興趣可以上去Youtube看看 另外一個模式 沒有記錯 應該是今集才加進去的 就是一個Universe模式 就是 他的做法 就不同於你自己 去做Career模式 去做一個選手 去發展你的職業生涯 他就是 你是一個 W.W. 你自己是高層 現在我負責營運 你就要去自己的Planning 去做好你幾個Show 即是你可能安排 沒有這個的? 今集才有的? 這個我要調查 但總之今集也是其中一個重點 這個我不肯定 一、二、一、六 我玩得不夠深入 如果可能有錯 就大家 這個真不好意思 總之今集 應該說有個Universe模式給你玩 照樣 而Universe模式就是 你要簽不同的選手回來 你安排什麼選手出場 安排他哪一天去出去打 怎樣打法 還有你要安排 可能去打贏 或者打完之後 安排誰出來襲擊他 你應該去做 因為其實 你在現在W.W.上 其實有時候 可能你以為那場比賽打完了 但其實你安排了一個 再重新出回來的選手 突然間那天 鋪頭就上去打 例如好像 對上幾段 有一段 就好像 有個 都是Dunwell Champion 就Wallman Wings A.J.Syle 打完之後 其實是一個 傷了一排 再出回來的選手 Seth Fuller 突然間那場出現 就一下子 就把Wallman Wings 之後的Sorry Eye 就再講回他的 恩怨情仇之類 所以你現在 就自己是可以 去做Planning 然後就叫誰出來襲擊誰 其實都 因為我自己都還沒 加不上遊戲 我現在玩Career模式 Nurieverse 我看到有些人玩 好像都說 挺有趣的 也挺有趣的 我有些人安排了 那些劇情 他安排過 整個 我記得直播 我講過John Cena 這個選手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 Icon 一個非常正義的化身 這些小朋友 就像是Super Hero 聽到手 那已經是各個小朋友 已經整股了 我們就說笑 這個選手 現在真的是小朋友 做人不黑化就可以了 有些人就好像 在Universe 我看到有些片 就好像是整理Store 叫做黑化他 是這樣的玩法 玩到是 Triple H 幫他摔下他 然後聯軍出來 搶人腰帶這樣玩 這個就 給你有另一個玩法 這遊戲整體來說 就OK豐富的 還有玩下去 始終這遊戲 雖然說Bugs 就多了 例如我好像 剛才不是說 我可以離開擂台 再走去觀眾席那邊 找局長 拿局長去打人 如果選手在擂台 左手邊 他落了去台 然後可能暈了 然後我就不理他 我走了去 右手邊 出在觀眾席那邊 找局長 拿局長 準備等一個人過來 我就放進去 這個情況就做不到 因為 我只要一走去那邊 即是右手邊 左手邊的選手 會突然智力有問題 他會突然之間 走前 走後 走前後 在那邊打圈 他好像智了帳 突然之間 就不懂得去找我隻抽 可能要我走下一點 去AI才知道 我去那邊走回去 然後有時 物理都照樣 好像一錄那樣 有時可能有個鐵梯 即是樓梯 是鐵梯 我拆了出來 丟在地上 我拿一支雷球棍 偶一下 偶一下 不小心雷球棍尾 撒到鐵梯 鐵梯 鐵梯好像 汽水管 一聲彈了 不知道去哪裏 即是物理引擎 物理引擎 都一樣 夠夠的 儘管有些Bugs 有些物理上的搞笑 但遊戲玩下去 其實是爽的 還有緊張程度 如果你玩一般 可能你開來玩一局 試試選兩個人打一打 其實又未必有你玩其他遊戲 這麼精神緊張 因為始終你崩了兩錘 有時你可能走下財 試駕找些東西 找一下有沒有工具 其實你中間 你的人的隔離 比較拖 就不像隔離遊戲 好像有半秒猶豫 已經死了 這方面 有時想輕鬆玩一下 減壓壓也可以 然後你想認真一點 玩 career 模式 因為你每回合 你是很緊張 是因為我輸了 會影響我的職業生涯 這裏你就會緊張一點 所以這遊戲你想緊張又可以 想輕鬆一點 去享受一下摔角 享受一下摔角 享受一下摔角 摔角到別人的那種樂趣 都可以的 如果喜歡摔角的 可以 又或者你又想有新選手玩 又想用焗爪去打人 又想入後台隻抽 可以想一下這遊戲 補充回 我想Universal 我找的資料早到2K12都已經有 可能今集會多些東西 不過它越來越多功能 因為我之前真的按不暈了 謝謝Sundee 那叫做是這樣 有興趣的就自己留意一下 還有想看別人玩的 就有空按上我的YouTube 或者我會出post 我開直播來玩的 你直接在群組發起聯署 要求大王快點直播 什麼發起聯署 在群組發起聯署 即是自己弄假民意嗎 夠200個like 那麼大王就會去打 即是我以後不用開直播 只是你這樣想我 不是 200個like只是其中一個假設 在我們群組裡才有20個like 都有點難度 即是說什麼 你要傳十張照片給新宿 我才會開直播 OK 不是傳給我可以不收 要你先看完 那不小心 其實今天我們也有個主菜留花 一定要講 那就是老任新機 就已經講了很久的NX 不是 講了很久代號是NX的新project 是 那現在終於就叫做正式發佈了 那也都早兩天 我錄音就是早兩天 那基本上整個Facebook 都被它洗版了 那這部新機 不如介紹一下 其實大概是什麼玩法 其實如果你看回它這條影片 就一部Tablet的樣子 因為有長風型的一個螢幕 它整部機器都是一個螢幕 然後它左右就可以插兩個 有一條坑位 給卡下去 我覺得它左右的兩個手掣 其實有點像PS-V的設計 對 那個圓圓的那邊 那兩邊 那你就可以把兩個手掣插下去 就變成一部手提機 就在家裡拿著 那應該都可以射到電視上玩 不加不加機 而你出門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帶這部機器之外 那你整部Tablet拿出門 那當你要玩的時候 你就可以拔了螢幕 就這樣放在桌上 然後就拔一些手掣出來 就可能作用一些操控 那甚至它展示到有某些位置 你多帶兩個手掣出去 再拔到你本身的機器 插著那兩個 可以四打這個NBA 2K 因為它是什麼 手掣其實每邊 都是齊了十字掣 齊了有AB掣那些在那裡 那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可以不靈地換來換去 那一部機器就叫Nintendo Switch 那另外就是 你這部Tablet連什麼 你除了外出玩 你回家裡有一個Docking 那一個Docking 你整部機器一切卡下去 那經過Docking就可以射上電視機 然後你又可以把那兩個手掣 拔出來 就卡下去另一塊東西 那塊東西就 其實它 手掣位 那條影片有點奇怪 它有一塊東西給你卡下去 變成手掣 它有拿過卡式控制器上手 兩樣都可以 兩樣都可以 如果你是不想煩 或者喜歡卡式控制器的手勢 那那兩個手掣就要卡上電視機 放在那裡 因為它自己 之前V的時候 也有Pro控制器 那它這次弄了一條普拉也不奇怪 是 我是覺得 它應該是整個Patrick 三樣東西都包了 我覺得老人沒有這樣 會不會啊 Veebo和雞尾咕都分開 吵個流氓 喂 我最初還好像南哥那樣想 我以為一匹都包了 那麼開心 Veebo和雞尾咕 我本身想 它是本身 跟一部Tablet 然後手掣要你自己另買 我自己想 那我又這樣想 你expect他手掣也不跟 我覺得他是這樣 老人是個混蛋 可能是一邊比你的 我們再講下去之前 我也要講 我自己對老人是很大的成見 那就是 我之後講的話 都可能是很偏頗的 是 是 我也是 這裡只有一個老人有粉絲 不是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不是講新宿 你幾部VDS要玩 不是 它買而已 它沒有玩的 你會買的就有問題 那麼多 不要再抽絕 南哥你繼續講 不好意思 其實講回一條影片 一開始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它的電量會是怎樣 就是 因為 它現在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 就是例如 它Tablet 跟它兩邊的手掣可以拆出來 它可以用 Tablet可以用那個Docking拆出來 甚至 可以說做到 我當它Local Multiplayer 嗯 你都不 大概都不知道 究竟你那兩邊的手掣 因為它 屯面都展示過 可以拆出來 就是這樣搖控的玩 就是說 我不知道它用WiFi 還是Gluetooth 都要用電 就是說它可能兩邊各自 本身的手掣已經要用電 有可能兩個手掣本身有一個電心塞在那裡 不是 你跟那部機器有連接 那部機器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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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它這部Tablet 暫時現在都沒有正式的Processing Power 和Spec 是多少 已經知道是N-Gay負責整個GPU 講了是什麼 Tanger Tanger 其實N-Gay不是Jergy 以前曾經拿過出來的東西 現在就 借私還文 其實就是以前那部NVIDIA那部的Shield 看起來螢幕也很大 那不知道真的玩 例如它又可以玩薩爾達 又有它本身自己新的Mario Mario Kart 甚至看到Skyrim 不過這個要補充一點 有機會因為它的螢幕大 如果它的電箱應該做回大都可以 舉個例子 例如 好像iPad那些 其實續航力都OK 當然iPad不是輪到這款遊戲 但有算你用iPad來玩遊戲 都不只要玩一會就燒了電 也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它Buffista那裡好像說 它沒有製作Skyrim 但不是 那隻很明顯是Skyrim 我在想它是不是在說報片 不是吧 它是Support Radio Play 好老實 它不是有2K正在玩嗎 我肯定那條是影片 丟過了好不好 不是 它經常有人說 那條女兒是拿著電子 它那段影片是鍵上去的 就是Mario那個是鍵上去的 但是你看到遊戲的選擇都很奇怪 因為除了薩爾特和Mario卡 和Mario是新的遊戲 這是鐵膽來的 我們之後都找到它很多第三方廠商 但是為何會是 Skyrim出來 我真的不明白 好像你想 就是你 說到它可能連Skyrim都找到 Skyrim幾年前 是PSV遊戲 我意思是玩Mario都可以 可能想這樣玩 它是跟你說 你終於可以用我們機 玩PSV年代的遊戲 當年卡平台沒有我們 現在有了 以前沒有 將來都會有 Skyrim,PSV和Xbox360 現在沒有 將來都會有 就是找張家輝 再說一次 你講到這樣 我想一下那時候EA的Vue Racing 那時候IOS和Android版 出了3的時候 Windows Phone終於有2了 很像 剛才Sunny說 它是NBA2K13 17 17 不會13 2K17 它玩的時候 我都有點懷疑 雖然 這個賣點就是 它終於可以玩一些 Local Multiplayer的東西 就是說你拿兩部 4個手掣就可以玩到 不需要什麼上網 或者什麼 但是我發覺它玩 那個單邊手掣 是非常辛苦 比我當年玩PSV的C2 手勢還辛苦 以它看的話 其實那個手掣大概 我們手掌心 那麼長 還小一點 其實感覺 有點像是你去 拿一隻皇帝招來玩遊戲 不是香招 是拿一隻皇帝招 很短 很小 但是它又彎彎的 其實皇帝招 如果你橫著皇帝招來拿的時候 就有點難拿 它比紅白機的手掣還小 對 你想想 有些像前陣子 很多人想買那個 Remake 紅白機的那顆 很小 我看到它應該是有方向 就是孤和兩顆 我當它是兩顆 不是四顆 兩顆 四顆 我當它的手掣旁邊還有兩個trigger 我心想 都拿得很辛苦 你還在玩NBA 我當你是Mario 算了 你玩NBA SUNNY 你自己本身的手掣 夠不夠用 夠不夠用 其實夠的 因為正常是用不到它 它那些功能 扭球全部都用不了 如果去WWE 就應該不行 你見達哥 都是扭扭 扭扭 叫什麼扭球 又是屁股 又是屁股 那些功能 但是我會想 如果這種單邊的控制 那方面是比較困難 我看到有一個 他好像可以拔完左右 合起來用 我就算覺得左右合起來 我也覺得很冷 我覺得好像不要拿 當然要拿上手才知道 我現在只看影片 看影片 暫時就樂觀 那些東西沒拿過真的不知道 另一方面 這方面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好學不學 就學上SUNNY和XBOX那些 這樣的東西 你看到 它只是入卡 暫時入卡 就是你WWE 那些遊戲就完全不用管 他都說了 不會有的了 不會玩到 沒有的 只要說 我們比XBOX和PS強加 那麼多年 大家已經反抗不留學 我反而在想 我只是接受 我反而在想 這次很明顯是想 兩邊混合起來 是啊 那是不是就是 剪掉了3DS那些 那些 我又不覺得會剪掉3DS 我覺得3DS 要看它售價 我這部 現在售價還未公佈 未公佈 因為3DS和2DS 始終售價低 它打小就 那些比較好 嘿 你也不知道這部Switch 螢幕可能不是Touch螢幕 那你3DS就有賣點 嘩 好厲害 這個螢幕不是Touch螢幕 那尺寸不Touch 如果它 你看它的影片是沒有Touch過的 沒有Touch過的 沒有Touch過的 咦? 如果它有這個功能 它應該會Touch給你看的 應該會懶惰 就是連VU那塊板也不如 應該會懶惰做一個鏡頭 是數量給你看的 隨便是完全沒有的 沒有 整段影片沒有說它不會Touch 純粹說過操控器 它沒有說過是 快板是不是很像當年VU的快板 當然快板想塑造 好像Tabler用 是啊 但是它沒有表現 甚至我現在在想 我們都看了不少的Review 或者一些推測 其實呢 這個概念就不新的了 就是幾年前都已經 不僅是Shield 幾年前已經是Gaming Tablet 給你連兩邊控制器 可以拆出來的 就算你 那些人有經常都說 可以拆回去 變回一部主機 主機 但是其實它的Docking 只不過是HDMIO 你刺下去 是啊 是啊 唯一你就可以說 它兩個控制器 可以拆在兩邊 你可以拆 就被人說它 抄強國的Tablet 是啊 我只可以說它的概念很像 是啊 這個是 我猜 老飲強 就強在它旗下的 自己本身的原創作品 但是這次看過 廠商的List都很長的 這個我想說一點 大家一向最怕老飲 就是第三方墳墓 其實第三方是沒有肉食 就搞不定的 那現在呢 就看到它的List很長 我會看到廠商在那裡 但是我在想廠商要出什麼 又在那裡 因為你數回V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 V其實都多 其實你把廠商都放進去 其實未必說真的跟那張東西爭奪 可能有機會多過 但問題是廠商出什麼在你那裡 可能廠商如果有時候出來 夠遊戲在那裡 有機會都是 出一隻試水 你以前VDS 不是VDS NDS都很高 那個廠商都說 隨便弄一隻遊戲 我去試一下行不行 然後廠商又不出 有機會 我想到一件事 因為那個List裡面 我剛才跟軒哥說 我發現List裡面有夠紅 是啊 有夠紅 我在想 那部Switch會不會有3G版 哦 出奇 我是在想 現在 應該4G 對 當是4G 即是Mobile Data版 就是再燒電一點 日本手機 手機 手機這麼蓬勃的情況下 其實日本廠商在露音裡 你當是有Switch版Pokemon GO 或者是一些手機遊戲移植上Switch 是有得讚的 有肉食的 如果他做到這件 其實是有得玩的 是 至少PS和Xbox做不到的事情 你覺得什麼 之前我聽過一群外國人在那裡推論 那時候有很多不同的傳言 其實都中了很多 他們那時候就很興奮 就是覺得有一部東西可以帶出街 就真的好像這段影片 放下去就Logo TMP在那裡四打 他們覺得很棒的 但是我又不會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可能因為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沒什麼的 就是我寧願在家裡打機 要不就拿一部手機出來玩的 因為 這個東西我自己有感覺幾好 因為我是覺得 有時候可能我們回家打PS4 我出去就想拿一部PS Vita 但是如果有時候 你在家裡出街 就算有Vita出街 你可能心思想說 我很想快點回家玩 Vita玩的遊戲 跟你Console的遊戲不同 有時候心思想想回家玩 玩一部PS4的遊戲 那現在這部NX Sorry Switch 不好意思 其實是做到 我剛才說的一樣 你心思想拿的遊戲 我現在六天出街玩 還沒玩完 Ming出去玩 而且其實 你說True Play 4Play 我的感覺其實挺好 因為我想那件事 假設新宿買了一部 Switch 最有機會買肯定是他的 那有時候他可能說 這遊戲過癮 如果有屁股人拿回來 跟我們在Studio 其實我幾個都可以打 是 那你這件事 的確真的現在PS和Xbox 其實他是想打這條線 因為你現在 老實說 你Sony和Microsoft兩邊 都在玩Single Game 最多你是說 Online Multi-Pair 那傳統地 Local的Multi-Pair 他兩間廠 很明顯是 那他打這條線 都正確的 甚至我覺得 他這次 就不是以PS4和Xbox1 做對手的 他主要對手 要不就是電話 要不就是PS Vita 但是Vita 約到這樣 都不當是 不就是 日本來講 Vita 還有一定市場自由率 或者這麼說 再打多一點 手提遊戲機 那邊的市場 因為Vita 少了 然後3DS 其實一直有人玩 是 但其實情況 已經不像當年 手提遊戲機 最王城那時候 當然 那如果這部機 可以再打 叫做撥起導火 令到 令到 你自己說的 我撥起導火 再撥起導火 叫做重演 當年 手提遊戲機 他最紅撥的時候 那如果他做的事情 其實有得玩 之外 還可能厲害 實實 其實 這件事可能 老任粉絲調查 但是我覺得 你老任 如果你現在設定了目標 去打PS和Xbox 你不能打 你不可以打 你與其過去送死 你不如打另一條市場 你打回 以前玩Light User 現在我經常說 為什麼老任 好像感覺順對了 就被手機搶掉Light User 那你現在還沒有生機 就搶回來 那你不要過去打 那就是 還有市場裡面 多於競爭者 是一件好事 當然 人家索索就在做VR 任團 可能 你當作是一部 真的手提遊戲就算了 給理由去買機 其實 都要看遊戲 有些人都說 如果Capcon 真的這麼喪心病狂 在Switch上 就是出下一代 Montem的話 大家都是去買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 都大 這個可能大 到時候 他真的 看看 我看 都不是喪心病狂 你想想3DS 這麼多的畫面 都照出 那你出了Switch 都沒什麼所謂 可能Capcon說 那還好 不用我弄這麼多畫面 那你還會更開心 其實有機會 你這件事 可能放某些遊戲倉 不用這麼多負荷 有機會 剛才大王說 他可以 出街玩一些Console Game 這件事 其實 我在想他那部 Shield 他的Performance 其實你都不要對他的畫面 有什麼大期望 他只不過是 將一些3DS的遊戲 就升級了 他比較漂亮的東西 他當作是Console Game 賣給你 我覺得這個 放送室 跟大家吹水 真的有聊過 其實我對他的效能 我還是想知道 多一點他的效能 最後可以 做到什麼遊戲出來 因為 剛才我們很開心 說出街 可以整班四個遊戲 但如果最後四個遊戲 大家拿回F-C 拿回VDS 那種畫面出來玩 有機會 那些廠 雖然沒有那麼高負荷 要不停搶畫面 但其實他可以做的 又少的 其實他用了Tanger 你自然知道 他之前推出過什麼 那部Shield 那部Shield 是行什麼呢 行Android Game 你遇到Android Game 差不多的畫面 那玩不玩到VU質素 那些呢 比較窄 比較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要玩Multi 我覺得真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剛才說這部VU計成機 但VU的畫面 那些廠都卻了 你畫面比VU更多 我好老實 我不覺得他當VU計成機 他開條新拉 我覺得V會繼續出的 我覺得他就是 當年NDS 不能用Game Boy的名字 但我不跟你說Game Boy NDS就跟我說 我不出Game Boy了 我猜你了 重思故技 我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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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跟你說 其實這部不是NX 真正S還沒出場 真正大空還沒出來 在我等著 你什麼時候 我一出了NX 可能CALL一街之後 又中了劍花水穴 他就會出一部機叫VR 然後就開始玩VR了 我猜他 那新叔你對這部機 怎麼看 你除了副名 我可以老入的東西問一問你 我覺得他不算很特別吸引到我 我現在 我會等他看他出到什麼 其實我很認同男哥 所以說我也是看Game Viu我不買 原因都是沒有Game 你有Game我就跟他拿一些東西 還有剛才說Performance 那件事 我留意了一件事 他放第一隻Game Show出來 那隻薩爾達 你看到那些畫面 他那種風格其實都 猜到他部機的Performance 還有那個FPS應該是說 那段影片女玩的時候 那些格子都窄了去 那好像我看到的影片 他那些這樣的畫風都會窄 其實我覺得都不會樂觀到去哪裡 即是準備我們說 其實這部真的是Game機來的 不過VDS是Game機來的 不知道你 我覺得真的 你當他手提機 即是大版 那我猜價錢他都不會設得那麼高 始終你看回往績 他都是大概299美金以內 就一定買到的 那看一下他會不會 好像這樣說 他是分開 Classic Controller 那個Tablet 還是 我打包單個Carsic Controller 不包 Carsic也不包 應該 Docking我也覺得未必包 我覺得 Docking也不包 我覺得未必 我樂觀一點 我覺得應該包Docking 你這樣銷售 要變來變去 你沒辦法Dock 他不給Docking 他動你手提機而已 就是給你一條線 是啊 沒問題 就這樣登上HGMI套子 沒問題 即他沒有Docking 那他就有平板加一個Controller 然後給你一條線 Tablet 我覺得他做得出的 其實有這個Docking 就是Tablet 才插回Docking 他都買的 其實他就拔了 就這樣給你一條線 你不給Docking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線 然後有兩個手提 他應該會讓你組裝左右 應該不會左右 應該不會左右 應該不會 不是的 雖然你的V真的只有一個手提 V不用對話 V沒有平衡的問題 V搞到你單手 對手提 閉手的人用 我看著 我不知道 這個真的要看他之後再發布 再公佈 他現在好像說是下年三月 差不多 是 17年三月 我沒有記憶 他那個時候發售的 即不是再公佈 他不延遲的話 我明白 沒有的 這個N 不是NC 不要亂講話 講Switch Switch這個 沒有的 沒有他的意見 就 找劉德華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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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傅春山居圖 記憑還不明白 是找林志玲 不是 劉德華和林志玲 幾好 一人一邊手提 不要爭 再找阿山本俊豪 然後兩邊一邊加上手提 做個心形 好像偶像 偶像相 偶像相 沒有的 這個意見大家 看你怎麼看 有什麼就在Facebook留言給我們 或者在YouTube留言給我們 都可以 那今集科技集碎 網台版時間 差不多了 那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